陈欧珀在今天早上也说 一切通通送到检调那边 他说反正就误网误众 好 那这个我们等会再来谈 就是相信宜兰检调会误网误众 不会碰到民进党就转弯吗 不过回过头来 刚刚董哥讲这个冲击影响非常大 陈欧珀显然希望断点断在自己这边 但问题是这个有办法指的了解吗 反而他会不会是个起点 是第一张骨牌而已 两个 这个这个诈骗 那金额总共超过25亿 对 所以受害人一定很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受害人一定会认为 曾国会同伙藏钱 所以坦白说 这种事情都是这样 你如果不愿意拿钱出来摆平 我就继续报 报到你受不了为止 让你周边的人来对你施压 因为今天那个张诗刚就贴出脸书 因为如果张诗刚贴的脸书 所说的是真的 那陈欧珀真的要自我辩护还真复杂 因为连他的太太 连他的女儿 都跟相关的利益人有关 对 所以就诈骗集团养全家 包养全家 这个说得很严重 对啊 那我给你讲 像你可以把这个诈骗的金额 搞到25亿 表示他活动能力很强 这个就跟那个林秉书一样 对 林秉书就是活动力很强 不然怎么可能 有办法去结识那么多明代 而且这个结识还是很熟的结识 他有的有碰的 没有变那么熟的 或者有一些明代比较聪明的 就及时跟你断掉的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就是他的活动力一定非常强 那因为民进党执政久了嘛 所以他当然就是循这个管道 去认识周边的人 因为今天我也看到绿营在 报另外一张照片 说他们的同伙有一个人 跟蒋万派了一张照片 对不对 那个人我也认识 那个人就是到处窜的人 到处窜 然后窜到你的选举场 跟你拍一张合照 那现在就跑出来了 这种人就是活动力很强的人 就是他就是要表示说 我认识很多人嘛 那所以才能够骗嘛 所以就会去蹭啦 所以我估计搞不好他跟 刚刚那个我们那个小董所讲的 有一些人搞不好有很多合照 还没出来 是 比如说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在说 赖清德你在说你不认识郭再青 人家就受处一张照片吃饭的照片 然后距离才第三个 才跟中间隔一隔人 就是这种东西真的 你如果真的都不认识 你这个要有相当的切割 那那个照片你都要解释得通 比如说蒋公安那张照片 为什么人家可以指证你 因为你的手就不小心搭在他身上 你如果说只是合照 大家都分得好好的 那蒋公安也许是礼貌 那搞不好跟很多支持者 都是这样拍照 那就是你倒霉了 就是这样 因为社会认知就是如此 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事情 这个张赖清德当然是非常明显 因为人家接下来就会问 就是说你连诈骗集团都不切割 还要让他选 那一定崩盘了 对因为亮跟你讲到这个 今天早上在记者会现场的时候 藏欧破也有讲 他说是他做完退选决定之后 再跟主席报告 所以换句话说赖清德不是一开始就要处理 他没有处理啊 没有 我跟你讲董哥讲的是对的啦 就是很多议员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选不了啦 你自己应选你也不会上啦 因为我们不会支持你嘛 他是这种压力退选的啦 退选都是 因为选不上才会退选 抓住 而不是说你立刻被法办啦 我跟你说法办 法办还不一定会输咧 搞不好还选上咧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台湾选举死上一大堆啊 重点是你选不上嘛 而且陈网会一副要跟你选的样子 那陈网会就是豁出去的 陈网会我认识她 她是极度勇敢的女生啊 所以到时候不知道会有人 多少资料提供给她 我看你怎么选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是真的选不上 那第二个是知道还有很多资料啦 那第三个你说 他去跟赖清德做报告 我觉得赖清德是 赖清德早晚会被逼得出手啦 只是说陈欧伯更早出手 只是这样而已啦 因为陈欧伯这个断点算是她 还好她切得快啊 不然这个礼拜通通都是她的新闻 对继续烧 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嘛 那结果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一下嘛 因为她退选也是个新闻啊 可是人家要 因为认为不会只有你嘛 所以人家会继续挖别人嘛 问题在这里啊 就是小董就会想说 搞不好新潮流认识更多啊 所以人家还要再挖啊 挖到什么时候 你把钱吐出来为止 不这种事情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曾国 曾国伟 你到底吃了钱 你现在有吐出来吗 你搞不好都藏起来了啊 我跟你讲这种社会事啊 就是要摆平 真的摆平 那个声音才会不见 不然人家就是继续同理啊 就是这样啊 对 所以亮哥你刚刚提到 像董哥也讲到新潮流 搞不好新潮流 这个都在劫难逃 那郑国会呢 郑国会会不会除了水牛伯之外 郑国会要灭团了啊 因为现在一路烧 已经烧到林家隆 那今天关于这个 陳廷飞 其实在第一时间 有出来帮这个 陈欧珀讲话 他说我一夜没睡 内心难过不舍 我和陈欧珀曾经 一起举行首场 不提还好 打炸国家对记者会 我相信陈欧珀绝对 和诈骗集团无关 不啦 我们当然不会说 陈欧珀是诈骗集团成员 只是说他跟 曾国伟认识很久嘛 坦白说啦 那个我们那个 我们台湾这种政治体系啊 你在外面那种 没有扶上台面的金主很多 很多 很多啦 可是就是说 有些人在外面干些什么事 你总要耳闻吧 而且这个是支持你很大的金主 你对于他的所作所为 你要警觉啊 不然到时候一定会被人家挖的啊 不是吗 所以这个是他自己不小心啊 我当然不会说他直接去做诈骗啦 不是的啦 可是就是 你就是跟人家关系很深嘛 搞不好人家用你的名义在外面 这个借势借端啊 因为你是立委嘛 你是区域立委啊 一区只有一个耶 所以当然当然好用嘛 啊事实上你跟他很熟嘛 搞不好很多场合他都出现 嗯 所以人家当然更认为你跟他很熟啊 对不对 事实上 类似这样会借势借端的人 都是极其认真的人 所以我跟你讲 照片一定非常多 就好像林秉书挖到一半 就被人家羁押了出不来了 对啊 我跟你讲照片还多咧 还有的哇 当然是啊 那只是断点嘛 因为现在执政是民进党嘛 不然那个小段那个金流 怎么不下去抓 嗯 金流就不见了嘛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因为林秉书至少没有在外面欠钱啊 是 林秉书是不小心拍了太多照片这样而已嘛 那他如果没有打高教育也没事啊 嗯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欠人家钱耶 受害者一堆啊 成千上万耶 是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到处爆料 对 因为那个营销索集跟林秉书的层面 是不一样的啊 绝对不一样 因为这个夺人财产 对 这个 比夺人家的女朋友还严重 所以 这种 而且夺人家女朋友是能夺多少的啦 对 我跟你讲这种抱怨一定是 宜兰烧那么大 我就不相信南部没有啦 因为他活动力一定很强的啦 真的啦 不然不可能累积到这个金额啦 这个金额太大了 现在扯出了一大堆的这个重量级人物 绿营的院长啊 大警长 检察长 调查局的官员 通通都是坐上兵 那官员说 事实上找到政界大咖参与曾国伟所安排的活动 尤其是聚餐 剪警调等一般事务官几乎不感不到 最近就传出一名藤英寺绿营院长级的政界人士受邀参会 这名政界人士实力雄厚 到让警界高层主动出席 结果警界官员到了之后 发现了曾国伟跟该院长并不熟 那位院长级人士做不到十分钟 就以有其他的聚会为由离去了 好 这件事情呢目前还在烧 那会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感觉起来这个陈欧珀退选好像希望断点 就断到他那边 但有办法断在那里吗 而此时此刻我们刚刚也特别谈到了 你说赖清泽对内是快刀斩乱吗 但他对外持续神影啊 目前完全没声音 凯翔 我觉得其实有几个 有几些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 首先是王后卫委员 然后公布了这样子的一个邀请 那他是2020年的8月5号 然后那个时间点呢 他虽然是这个施嘉全是总统府秘书长 但其实他刚刚下台 就是因为苏正清的这个事件 所以他刚刚下台 那通常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餐会邀请呢 你要把这么多大老板 然后包括上到总统府秘书长 施嘉全还是这样贵客单独被控一格 这个对激进挪台般的 就是他是个主兵 跟其他人是不同身份 这样子的餐会绝对不会是临时约的 他一定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那通常这种餐会 如果稍微懂一些社会经验的人 就会知道说 通常谁跟谁最好是别见面 那谁跟谁 甚至做次啊桌牌啊都准备好了 所以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突然冒出来一个人 大家不知道曾国伟是谁 曾国伟怎么会做在这个席间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谬 包括像是陈嘉青 还有包括像是受访的 所以他全没讲话嘛 那其中当时担任这个 总统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的 这个张嘉玲 后来是当选市议员 这位张嘉玲 我看他在新闻当中受访是说 我只能说这个太违背大家的社会经验了 总统府秘书长 然后带着主任出席 还有包括陈嘉青 还有包括这么多高官 跟这么多董事长出席 你是 其实从礼貌的角度 你这个办公室主任 也会告诉老板说 今天席间可能有谁 那什么题目 什么什么细节 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 结果你告诉我说 你们完全不知道曾国伟是谁 反正随便阿妈阿狗坐在席间 反正主任排了 就把他排进去了 我觉得这可能性真的太低了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洪三雄先生 然后他是出面邀请的这位人 然后请客的地方 也在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 他自己的基金会招待所 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那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早先 前两天大家在攻击的 其实在打的就是黄伟哲 黄伟哲跟指风车的关系 那像谢隆介跟徐晓星出示的照片中 不就有一张是黄伟哲跟李永峰 还有曾国伟一起同桌吃饭 那这个台南市政府当然是说 这是一个指风车去台南一演 台南演出不是一演 然后演出之后的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参会 那所以看起来 因为洪三雄先生 其实也是跟指风车 这个一个重要赞助的 赞助的金主 那所以曾国伟是一直都在走着这个路子 然后去攀附这个绿营的新贵 那黄伟哲 苏家权 然后其实今天包括另外一家媒体也公布了 还有城局也去吃过这样子的饭局 那所以这是一张网 这是一个绿色的蜘蛛网 它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件事 一个场合一场饭局可以解释得清的 它就是一个政商关系 举例来说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 对不对 就是应该说是曾国伟 然后赞助了 赞助了像指风车这样子的这个团体 然后这团体呢 就到了特定政治人物的这个 这个选举啊 或是它的选区啊 去演出 那是曾国伟出钱啊 那政治人物却从中得到了很多 它的选举上面的红利 或政治上面的声望 那其实就是一种政商之间经营人脉的关系啊 那没有直接拿钱啊 那算不算是一种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政商关系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复杂 复杂到已经很难用单一的事件 或单一人物怎么样怎么样 来说得清楚了 它存在就是台湾 台湾人民到底你还能不能忍受这样子的政商文化 那你说国民党国民党执政 或是说民众党哪天执政 会不会会不会杜绝这种事情 老实说我跟各位讲不可能 一定还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商人 用想尽各种办法去攀附这些 这些政商权贵 政商权贵那你怎么办呢 就是持续滚动式的政党轮替啊 你让他做太久 他就有恃无恐啊 他就觉得说反正老子都一直执政啊 那你能怎样 那我和法院我家开的啊 所以就是不断的政党轮替 让他们都会时时刻刻想说 我再怎么爽 八年之后可能也会被清算 他就会把皮稍微绷得紧一点 那至于回来讲陈欧珀 我觉得陈欧珀 我觉得陈欧珀的状况其实有点 有点 我觉得他恐怕也 也退选也没有办法救自己啦 因为他的这个包括像是接受这个曾国伟 然后呢这个 这个赞助他的房子啊 这个赞助他的车子啊 这个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呢违反政治现金法的部分 甚至有没有对价关系都要都要查 那黄国昌委员 然后呢这个之前 应该是说昨天就已经讲说 他有可靠的证据说 其实陈欧珀现在的说法是说什么 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做这个的啊 但是其实 其实早就有人警到他了 包括那个简讯我也看过 然后呢是有名有姓的人 然后针对其中 应该是在宜兰当地某个事情跟某个人物 然后呢就有人非常具体的 甚至查过判决书的 去告诉陈欧珀说委员别跟他走菜井 切勿自误 因为他有钱科 然后同时呢 他在2016年还曾经因为这个好像 好像是因为债务问题 然后所以这个财产有被查封 结果2018年 三年不到的时间 他就出现在你们面前开明车 住豪宅还要赞助你 你觉得他有可能这样致富吗 这是白纸黑字写下来 当然是简讯的形式啊 这个我相信黄国昌委员 他大概爆料就是依据这个 那这个 我相信这两天就会有人公布了 所以这个陈欧珀他即便退选 但他说辞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显然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因为有人通知过他 他早就知道了 还是继续接受这样子诈骗 诈骗集团的包养 那我觉得賴清德 我不知道他能躲到什么时候啦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侯友宇的问题 侯友宇还有很多自己自身的问题要去解决 但是现在很多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就是非常积极啊 刚刚讲了徐晓鑫 然后讲了邱淑慧 然后王鸿威 还有像谢龙介要争取不分区提名 他们其实很明显的 他的战略就是全力针对台南打 对 全力针对台南打 要把台南打出一个破口 结果看起来现在是有效的 因为賴清德不敢讲话 賴清德这两天不是来呛DNA 呛得很凶吗 这两天怎么又不见了 怎么又不见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攻防看起来 我觉得这一局真的打下去 賴清德应该很难 很难全身而退 举例来说刚林一锦 讲那个郭再卿的 刚委员讲是内行话 一个党部主委还没那么重要 搞钱的是最重要的 主委可能有时候挂名的 德高望重 请你去当个挂个主委 真的找钱的才是华世人 他是财务长 他是财务长 后来当到执行长 代表说台南市党部 是他在管的 他在操盘的 这我想郭再卿的角色 但是非常微妙的是 林一锦在回避 在讨论这个 就是帮賴清德解释的 这一局当中 他回避掉一个非常微妙的人 就是当郭再兴去 当担任台南市党部 财务长的时候 当时的台南市党部主委 叫做黄先祝 他是前国策顾问 已顾了国策顾问 大家去查一下黄先祝 你在把黄先祝跟賴清德 放在一起Google 你就会发现黄先祝是賴清德 几乎是尊奉一声的政治导师 当年黄先祝临终命危的时候 然后其实这个賴清德 还特地敢去见他最后一面 他的丧礼的时候 是賴清德跟这个 跟这个蔡英文都有去的 然后甚至当时 在黄先祝先生 这个病故的 这样子的消息的时候 台南地方还发很多新闻 讲说完了民进党注定分裂 因为这个先祝先不在了 党部一定分裂 事后发展真的是这样 他就是賴清德的政治盟友 两个人一起在台南市党部操盘 那黄先祝当主委的任内 郭再卿当财务长 你告诉我賴清德 会不知道他是谁 他起码会同意 不然黄先祝怎么会找郭再卿呢 他想要装了一副圣人 两手都不管我的事情 但是这种关系 拜托不要唬人嘛 你在台南真的问一下 都知道黄先祝跟賴清德 有什么关系 那黄先祝当主委任内 郭再卿是财务长 然后賴清德说他不知道 他不认识 这合理吗 这合理吗 你说不对盘 有可能 賴清德那个个性 他不想跟郭再卿沾到边 也有可能 但是你要说不认识 撇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而且 而且明讲现在 你这么乱讲 我觉得其实也很妙 我觉得台南有好多破口可以打 举例来说 现在许晓星拿郭再军去打賴清德 不是不是许晓星先打的 谁先打的 黄伟哲先打的 当时郭再军那个卢渣案 在网路上面吵翻天 但是结果 结果台南市政府包庇他 好不容易 今年年初 就去年选后 去年选后 然后呢他终于被检掉起诉了 因为这个乱埋如沙 21亿不法获利 徒利的这个不法获利被起诉之后 诶 信赖选择之黄伟哲双手一摊说 不是啊我认内发生的 那不是啊你认内发生的 就是在赖清德认内发生的啊 你当年2018 信赖选择 信赖清德就选黄伟哲 这样子口号喊出来的接班人 黄伟哲双手一摊 拍谁 赖清德你认内发生的 所以赖清德你有好多问题要回答啊 还不是国民党问的啊 黄伟哲先问你的问题 你先回答吧 所以这是个破口继续打不要停 其实如果刚刚在讲 赖清德现在一直全身上下 不断的被这个学伦 被黑金甩都甩不开 那当然也有他提到的这个最高标准 昨天喊出来对黑金最高标准 结果现在对陈欧博 昨天廉政会不先讲说 因为目前大概就是查到这嘛 所以就记警告一支 所以最高标准叫做警告一支啊 所以我就是民进党啊 现在就是如果是1980年代末期 1990年代的时候 他谈这些价值 还有很多人会相信 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 你结果赖清德 居然还把这个记出来 就觉得说 大家可能还觉得民进党有价值 你记黑金 你记这些学人 你记这些这个贪腐的问题 甚至是黑道的问题 好像民进党都有份 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搞错方向了 搞不好还是打抗中保台比较有效了 你不要去打那些你自己的弱点 对不对 结果他反而今天你既然讲了 大家说你到底能不能够兑现 结果发现完全不能兑现 连他最起码一开都讲的 要按照党内程序希望议员不选 就议员照样选嘛 所以就表示是说 他今天根本也没办法掌握这个党 而且到最后是完全没有理想性 到最后就变成是你讲的一套 然后可能现实发现说都不可能做到 那大家会对你这个 就我们讲说常常政治人物最大的问题 就是大家对你的期待值落空 我觉得这个你如果大家对你的期待值很低 你表现得稍微好一点 大家就觉得不错了 可是如果你期待值本来是很高的 做不到 我觉得这个相对的伤害比较大一些 对 凯翔哥我也想问的是 那我们对于这个赖清德的期待值 真的不能这么高吗 但已经放了很低了 想不到他几乎每一天出来 或是每一次中堂会出来 他就可以讲出一些什么 例如他昨天也提到正常社交 不必因为选举的攻防而扭曲人性 这也呼应了我还记得陈欧波 还退选的那一天他提到说 如果民意代表连这一些 他认为是正常的这样的交易 都不能去的话还能做什么同一类 我觉得陈欧波讲这个话 他明显就是转移交点 因为现在并不是因为社交的关系 然后所以他不能去选这个立法委员 而是因为他是他的车 他的房都是人家供养的 那你等于是 你等于是这个 等于是被这个诈骗集团包养 包括你妻子 还包括你的你的女儿 也有类似的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你是被包养 你不是因为正常的社交 还是你觉得被包养 是一种正常的社交呢 所以他这其实是一个诡辩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逻辑上面 如果陈欧波觉得他现在试涉 这个诈骗集团的相关的案子 然后到不能连任 不能再争取连任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不应该再当立法委员了 把你逻辑说不通啊 不能连任是说我不再当立法委员了 那你现在就不应该再当了 凭什么 所以所以这逻辑上面是 是非常有问题的 那再来我觉得赖金德的问题是 两个层次啊 这个层次是大环金 毕竟民进党是已经 是已经执政到了第七年了 任何任何一个政党 然后连续执政七年 里面藏污纳垢 贪赃枉法的人一堆 这一定是必然的事情 不要忘记了 上一次民进党执政到第六年 第七年的时候 那时候都已经这个贬加弊案 已经大爆发 而且贬加弊案 也不只是贬加在A 他们自己家A 整个满朝文武 都有人在分官欲绝啊 什么之类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 都不断的发生 所以你要试想 这一个同样也是一个 一个长期执政这个 到了尾声的状况 这种事情是一定很多的 一定很多 然后然后呢 但是问题来了 你觉得赖金德真的有办法 掌握到这些状况吗 过去几年都是蔡英文在管事啊 蔡英文只是把赖金德 放在总统部里面 冰起来 供起来 所以恐怕很多政商之间的脉络 赖金德是根本就不知道的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我也蛮同情他的 死死跟他坐在 这个总统 副总统办公室里面 或坐在他的经员总部里面 他看着电视上面 陈欧珀这些消息一直出来 下午黄国昌不是又报了林佑昌 林佑昌这个亲自接待曾国伟 曾国伟这个假夫妻 然后还有这个同桌吃饭 然后还特别招待什么的 这些事情 恐怕赖金德都还要去追踪黄国昌 跟徐晓星的脸书 才知道他下面这些人 在干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能怎么办呢 他今天真的严办 他今天真的 跳出来大张旗鼓 想说陈欧珀 怎样怎样 明天又报一个新的 他怎么办 他要再出来吗 你今天用到这个力道了 你在报新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再加120%的力 那不是没完没了吗 那我又能怎么办 我不晓得还有谁涉案 那我又不能查 一查下去 对不对 查真的 恐怕涉案的还很多 我相信赖金德心中有数 涉案的人一定很多 那不能侦查 那假查也不行啊 假查的话 对 人家都说 看不过我手脚啊 那我这是不多做 不如少做 我干脆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也不要谈 我也不要做 就这样子 那你们去烧 我就冷处理 我后来想想 我是他的幕僚 我恐怕也只有这招 不然你要我怎么办 另开战场啊 对 他除非就另外 去开别的议题啊 那不然 所以这个事情 就解决不了了 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讲 国民党的朋友 在党的朋友 这就是破口啊 这就是破口啊 你现在打这些诈骗 诈骗对很多台湾民众来说 就是生活的经验 就是日常 诈骗 左打 左打生活当中的 这些诈骗事件 我们有 总是有这个 可以找到朋友被骗钱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生命安全的 威胁的 清普寨 高雄浮尸 这些事情是很多民众 心中有感的 另外右手就打什么 打政治诈骗啊 从上片到下 你说民进党 为什么会在当时 当时在这个 要挑拨郭跟民进党 国民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会去做一个诈骗简讯 因为都是同行啊 大家都是玩这一套的啊 你看他们做得多么理直戏状 做得多么凶有成竹 做得多么自得意满 觉得你看我玩了一个好棒的创意 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同行啊 只是有的骗你 有的是 对不对 跟你小打小闹 然后民进党是直接骗你 几千上百亿的 所以我觉得 这真的是 一个来清德的破口 他真的无法回应 他真的无法回应 他有真的非常多的洞可以打 从台南 然后打到中央 然后从这些 这些方方面面都可以打 国民党的朋友 千万不要做 一些二百五的事情 抓得痛处打 这才是重点 可是凯阳哥你认为 这个破口足以 像是在去年的学论一样 在今年一整年延少吗 我觉得还是要 找到几个具体的案件 比如说我觉得台南的案件 就应该要往死里打 光电案 然后呢 光电八十八枪案 然后还有这个 政府议长会选案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像是什么 卢渣案 这些都要往死里打 但问题就是 国民党实在太废了 国民党在台南市的市议员 没有一个有站立的 没有一个有站立的 要不然就是平常大家 其实都麻吉麻吉 然后你要真的要开口 说什么什么这些 金主搞不好都还共用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然后侯友宜 我也暂停 刚刚刚汉廷讲的 侯友宜必须要站起来 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全军进发 要往什么地方去攻击 而不是只要 还在那边讲那些五四三的 我觉得蛮没有意思的 你现在的攻击团队 看起来还是单兵作战 徐晓晓一个人单兵作战 然后一些台北市议员 什么游淑会他们 少数有战力的 在那边讲这些东西 然后其他没了 其他立法委员 以前在立法委员 不是每天要开记者会 然后那时候大家觉得说 你们很废 你们开这记者会没屁用 然后他们还很不服气的说 怎么会没屁用 现在也没了 看起来好像也就是 选会也不开了 是不是有的人不分军 拿不到了之后 就开始异性栏栓 有的人立委无法连任 就开始异性栏栓 是吗 我还是看不出来 侯友宜的战队有整军的状况 我不晓得他到底打算 怎么打这场仗 怎么打这场仗 你自己是主帅 在某些议题上面 你挑选议题 然后呢你带兵 领军出征 御驾清征 那某些议题呢 在某些城市 他就可能是哪些人 哪些人负得打某些议题 现在还是看不出来啊 所以我就不能理解 我觉得最蠢最蠢的一件事情是 为什么侯友宜团队 会在5月中 就开始陷入复守这件事情 各个侯友候选人 不是都到11月才会公布复守 然后再炒作一波这个波段拉起来 然后绅士拉起来吗 就是说 这个要请为优秀的复守 然后呢这个绅士大政 结果 侯友宜他现在就在一直被打枪 这是什么操作啊 这也太骚了吧 有律师就这么说了 说民进党对陈欧珀 无偿使用诈骗集团 提供的办公室和保姆车等等 只寄了警告 宣称要等到涉入诈骗吸睛 才要严格处理 但问题来了 一洗钱防治法第二条 使用他人的特定犯罪所得 就可能构成洗钱罪 律师说民进党难道不知道吗 把人民都当成笨蛋了吗 还是继林志坚之后 又上演全党就义人呢 宾格 不是 我觉得这很好笑 就是 要继警告很好笑 对啊 你继他警告干嘛 是不是啊 你继他警告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现在说就是 因为他无常使用 对 车子跟房子嘛 请问一下民进党无常使用的人有多少 一大堆啊 而且说真的也不只是民进党 一大堆政治人物都在无常使用这些东西 很多政治人物所谓的助理那些费用 其实都是财团啊 都是金主帮他出的啊 那你们这样子就要 寄他警告 而且不是真的寄喔 是口头警告 并不是真的书面的警告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怎样 那下次如果抓到了 真的抓到了 陈欧珀跟詐验集团有关系的 你是要罚他写自己的名字一百遍吗 因为这次警告啊 下次 发他写名字 那再下一次 再严重一点 如果陈欧珀被判刑了 是不是就要罚战 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他们这一个 廉政会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没有调查的能力 所以他一切要静待司法的调查 那如果要司法调查的话 那你干脆 廉政会就废掉就好了嘛 对啊 你直接去司法调查啊 因为你想想看 等到司法调查出来 假设真的 陈欧珀有问题的时候 不需要你处分 因为他就被抓去关了 对啊 对啊 那你这个廉政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完全没任何意义嘛 所以 民进党的廉政会非常明显的 光从陈欧珀这件事情 就会看得出来 这个是个龙子的耳朵 只是个装饰品而已 他就是出来演戏 他唯一的目的就告诉你 我民进党是有很关心廉政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其他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存在跟废调 没有什么差别啊 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啊 那陈欧珀为什么 本来他是说 你们如果抓到 我跟照片集团有关系 就退选 结果他自己突然之间退选 其实理由很简单嘛 并不是说他 马上承认他跟照片集团有关 而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扯不清了啦 他这件事情他再怎么解释 都很难去厘清 亮哥说的第一个 本来地方好几个人 对陈欧珀就不满 对 刚好借这个机会弄他嘛 这很正常 那陈欧珀自己也知道 他如果不赶快退 不仅他自己脱不了身 整个民进党可能都脱不了身 因为你看最近公布了 一大堆这些照片 光是他们整个郑国会 大概都跟他渊渊很深了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 陈欧珀自己去介绍 他们郑国会一大堆人 都跟他合照 也都跟他吃饭 那显然这个曾耀峰 跟郑国会的关系匪浅 所以如果陈欧珀再不赶快灭火的话 郑国会这个派系 可能 可能直接就会被人家围剿 那再来只有郑国会吗 不是 看起来新潮流啊 英系啊 很多人我不知道 这关系是怎么签的 看来一大堆人 都跟这个曾耀峰是有关系的 所以 陈欧珀如果不赶快止血的话 整个民进党都可能因为这样收牵了 那他就会变另外一个林志坚 林志坚是小英的爱将 所以扛个起 陈欧珀是谁的爱将 所以他赶快 赶快自己先灭火 但是问题 不在于陈欧珀 退不退选的问题 谁在乎陈欧珀退不退选 谁管他 重点是 现在陈欧珀退不退选 已经无效 因为后面已经被牵出来了 对 如果第一时间陈欧珀就认错 然后我就 就这样拍摄我自己个人 生活不检点这样 也许就不会烧得这么大 但是问题是这个 显然是有不同 你看最近 被挖出来这么多的照片 我认为是有人 刻意 这些资料已经抓了很久 慢慢慢慢慢慢 陆陆续一个一个丢出来 所以现在已经变成 整个民进党的事 不是陈欧珀一个人的事 所以陈欧珀退不退选 已经不重要 现在是 赖清德还躲在后面 不愿意出来处理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 你看喔 现在连郑文燦都有解释 林佑珀至少出来回应 全下有人听过 赖清德讲过任何一句话 到目前为止真的没有 他是党主席 你们民进党这么多人 先不要说我们犯罪 这个关系到你们民进党 众多大咖 连陈菊都跳出来讲 监察院长都跳出来 其实陈菊就一张照片而已 也没有人说 他跟他到底怎么样 就是他在双亲基地会拍那样照片 陈菊都跳出来解释 结果赖清德一语不发 他有说 他说这是正常的社交 不要因为选举而扭曲人性 是啊 对啊 他唯一讲的就是这个 对啊陈菊至少有讲 那请问一下赖清德 赖清德就讲这个啊 正常社交 对啊 他说不要为了选举而扭曲人性 所以你们民进党 整个民进党 认为跟诈骗集团 叫正常社交就是了 第一时间陈欧珀说 这是正常的交疑 他也这样说 那天记者会 那很好啊 那以后民进党 要不要党杠里头直接列 跟诈骗集团 那个正常社交是本党宗旨 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觉得赖清德讲这种东西 根本没有办法去解释 一个牵涉到你们党 这么多人的事情 就是一句话就结束 你会不会太夸张 所以我觉得赖清德 用这种撇清的方式啊 是撇不了清的 你这样子的躲 只会让人家觉得 然后这样 你自己是不是也深陷其中 会不会过几天 连赖清德跟他吃饭的画面 你也有照片 对啊 我觉得赖清德 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好 因为像IMB这件事情 刚刚在网络的聊天室 聊得很热烈 有人就说 看来是止不了血的 那显然赖清德 他想要轻放 想要混过去 但是雨萱 他不怕会重演 刚刚兵哥也有特别提到 去年一人毁全党 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对啊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慢慢在蔓延这种风气了嘛 你说过去 他曾经发生是从林智坚开始出现的破口 那时候是什么论文案嘛 到后来新竹这种各种大密贸 一些相关的猫腻跑出来 结果这一次 陈欧珀现在不管他做什么 其实已经没有用了 如同看兵哥讲的 他退党了也没用啊 对 因为这个已经开花了 对 通常是你在开花之前呢 你要先把这件事情给结果掉 但他是已经让他开花 怎么说 你现在除了陈欧珀之外 陈欧珀为什么说他退选没有用 为什么说这件事情 最后会变成民进党整个2024 可能会变成一个主战场 因为第一个 现在还除了曾国尔 还延烧到谁 陈正修 对不对 那你说陈正修他的身份是什么 同样啊 他跟所谓的川城国际 两人之间公司互相交错复杂的关系 交叉持股 同时还是什么 台南市的顾问 那你说 哎呀他是台南市政府的顾问 还有一层关系是什么 当天为什么说陈正修甚至还跟王定宇 跟何志伟跟民进党真的是一狗票人 根本全党没有人躲得掉 还有一起合照啊 一起正常的社交 为什么会有这些画面 因为陈唐山邀请他 所以说你看哦 台南这边又有一条线 回到宜蘭这边又有一条线 那先前大家要爆料说什么 府院高层通通都有涉案 有两个地点 一个是王朝饭店的玉兰宣 那个两个是谁 那个所谓的院长级 跟部长级 还有刑事局高层是谁 到目前为止 还压着哦 可是事实上 大家都有答案哦 大家都有证据 只是还没报而已哦 好 结果说他们自己为了断尾求生 竟然把另外一个人也踢出来 另外一个说什么 说这个当初还有这个曾国伟啊 才不是说靠我陈正修呢 他还有透过所谓 红山雄基金会跟子风车 子风车是什么 不又是民进党 你最爱用的御用基金会吗 每次办表演办活动 都是找子风车啊 说他有捐款 捐款之后 苏家权 还更严重 警政署长 陈嘉青 通通都是做伤兵 所以你看 延烧到这里 这个会有一个结束吗 当然没有 更何况 现在还有几个料还没报 第一个 检察官也有涉入 现在知道的 已知用火是什么 调查官 投入一千三百万 然后甚至是 好像还知情状况下 因为一般人被骗 他第一时间做法 是不是 我赶紧报案 我跟我隔壁同时可以报案 他不是 有多少你赶快能还我 我先还给我 所以明白他就知道嘛 大家知道一个前提 什么叫前提 所谓的庞氏验局 庞 scandal 或者是用台语讲叫 欧良赛道 他有概念 有些人是知道 这个就是庞氏验局 但他觉得我不会被抓最后一个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这些调查官 这些检察官 是民进党司法体系 叫做知法犯法 现在踢爆说 进一步连经管会内部 好像也有人涉入 这些案子 事实上都有委员在法务部 立法院执行的时候 已经提出来说 你最好赶快查清楚 否则等我报就来不及 所以我讲这个前提 你说这么多零零总统 这已经不是所谓的绑重子 这是拉起来一大串 全部民进党都陷入在里面 对可是因为 赛青的要脱困 他要甩开这个诈骗 还有黑金的战场 所以你怎么看 他最近 譬如说在今天下午 这个选霸法竞争的 这个排行条款 硬推一定要推到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特别提到讨论的 就是他最近推出的 这些所谓的民进党的 这个立委提名 这个骑兵名单 他又想要试图 舆论的焦点 完全转移过去 有办法吗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首先好我们讲 讲到这个排黑条款就好了 他最重要 其实国民党有点出来 一个重点 他从到尾是打假球 因为你今天 只针对提名的人 可是他现在知道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酒驾饭 都可以当发言人 对不对 还不止一个 民进党一堆酒驾 还有再来党公职 你怎么算 党公职的人员 这还算小事情 你同样你中常委 中职委 你民进党内部的 副秘书长等等 这些职务 你通通都不设限 再来 你如果说是执政的状况之下 有总统府 有行政院 这几个单位 还有国营企业 通通全部都没有纳进去 你只去管说 我们这个提名的 民意代表人选 所以很简单 蓝仙人现在他唯一的做法 根本不是说实质上要去排黑 他只是要给全民一个交代 好 那你说第二个部分 你讲到说这个提名一些特殊性人选 他们讲做民主大联盟 我坦白讲 这件事情确实是可以转移诈骗的焦点 只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蓝仙人这一局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找鬼拿药单 你想要转移诈骗的焦点 就找来更大的麻烦 好我就讲第一个鸡排妹 现在大家讨论最热烈吗 你这个蓝仙人人家讲 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蓝仙人不是 蓝仙人是拿一块又烫又滚又大鸡排 往自己的脚狠狠砸下去 还烫伤 吃到还没有吃到 已经先烫伤了 为什么这样讲 中正万华这个选区 原本他们确实是有意要提名鸡排妹 但最后喊停喊咖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烧成这样 喊咖他不会真的要去金门 对 所以我就讲当中的缘由 你看吴征也好 李征也好 是不是他们在提名之前完全没有声音 然后啵 孟明昭 跑出来了 人就出现了 然后大家轩然大波 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基本上不是 其实鸡排妹照理来讲 应该是要在这个同一波名单提出来 但就是党内有人反对嘛 他们反对什么 你这个鸡排妹自首炮 他这个争议性话题性太高 会造成我们的问题 他是自己po脸书的 对 所以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本来要征召 后来喊停 然后鸡排妹 果不其然 如同党内反对声让的 他的这个意见 真的自己把这东西抛出来 自首炮 人家说见光死 所以显然嘛 显然就是什么 他没有被提名 他不高兴 所以把这样的资讯 给放出给社会大众 用舆论风向 才要去影响 等一下那你这件事情 不就是民进党最担忧 鸡排妹会做的事情吗 他确实做了 我先讲 我真的是 三次 拜托 拜托 再拜托 民进党拜托一定要提名鸡排妹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有中天 有真相 只有中天 不为城市敢说真话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说真话 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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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